所以就偷偷烧掉 那有造假 如果是造假就大条了 记者有要写吗 比如说他会继续追 好 如果这个报导真的出来 我们就狂打这一条 执政党 欺骗社会大众 这是诚信的问题 这两天民和党正在推禁免洗餐具 但是不包括BPL 那这个政策就有点奇怪了 这仿佛在独厚BPL的厂商 而且第一 它会不会对传统的塑胶产业产生冲击 第二 这么大量的回收 我们的回收体系有办法处理吗 你说这么多 民众听不懂 你就直接说 开放BPL的产品 就是独厉特进厂商 好 那你没钱没钱 怎么会跳得太快 台湾做BPL的厂商 大概只有农船第一跟台湾智慧 所以这样子讲好像也说得过去 没有 不好意思 这意思就是怕乱打一通打到自己人 对 不用怕 又怎么搂也不可能比民众党更搂 我们议题比较大 像这样 账环保 真污染 这就可以打啊 尊敬权政策跳票 这单周刊老婆我们现在来讲 这么多了 多了 你不想说 你不想说 你不想说